其實如果是偏離了法治的原則 譬如要求特區政府要特赦 換句話說要釋放所有在這次事件裏被捕的人士 剛才我都提了一個數字 今次被捕的人士是超過6000人 而涉嫌犯的刑事罪行也有不少是很嚴重的 縱火、擁有極度危險的爆炸品、襲警 以致危害人的生命安全 我們怎麼可以完全妄顧法治 是為了要作一個回應呢 而是滿足這個訴求呢 所以對於違反這個法治的精神 踐踏一些重要的原則底線 我們都沒有辦法可以作出這個回應 但我們仍然是願意去檢視這次的事件 反映社會的問題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面 香港能夠更有能力 可以抒解市民的怨氣 讓市民有一個更加好的生活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